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跟炸了一样 热闹得很 与此同时 亲戚们私下发来的信息 也霸占了我整个微信聊天框 太多了 这要是看完铁定 我就下班了 思索片刻 我决定先看和我关系比较好的表妹的信息 表妹说道 姐 出大事了 你和姐夫怎么了 他怎么在群里发那种东西 这件事你知道吗 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了 这几条消息看得我的心都提起来了 浓重的不安 我脑子像是一团江湖 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我不傻 隐隐约约也能猜到 于是我问道 琪琪 我在上班 你姐夫在群里发什么了呀 我亲眼看着屏幕上方 对方正在输入中 这几个字出现又消失 反反复复了好几次 最后 琪琪说 姐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 就咱们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 我退出来点开群聊 里面好多亲戚都在爱特我 我直接翻到最上面 十分钟前 张伟亮发了一个视频出来 而视频的封面 赫然满面红光的女人 她身材苗条 皮肤白得发亮 我震惊得瞳孔地震 这种色情视频她自己偷偷看就好了 干嘛要到处发呢 现在发到群里 这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我决定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等回家再好好数落数落她 但往后瞥了一眼 才发现事情不止这么简单 几乎大半的亲戚都在骂她畜生 还质问她对得起自己的老婆吗 其中 有个吊儿郎当的大龄未婚伯伯 在群里发了句 伪亮有本事 女人缘这么好 能不能给伯伯找个对象 我私下看了看 同事们都忙着工作 没有注意到我 便拿了副耳机 悄悄溜到厕所 黑着脸点开视频 没想到 我老公张伟亮 竟然是视频中的男主角 他背着我出轨 现在居然还敢公然把这种视频 发到咱们的家族群里 我塞帮子咬得紧紧的 气得浑身发抖 眼睛酸色不已 极力控制盘旋在眼眶中的泪水 可还是让它流了出来 我不停按着厕所里的冲水器 在水流声音响起的时候 才敢哭出声 好不容易心情平复一点 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 是表姑打来的 她向来看不惯我妈 因为她的女儿处处都不如我 上学的时候成绩没我好 毕业后找的工作也没我好 就连结婚 男方也穷得叮当响 但她素来喜欢和我妈比女儿 这次她打电话过来 恐怕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本来不想接 可一想到不接的话 她说不定会到处去造谣 说我可怜没人爱 深呼吸挤口气 调整好状态 我还是按下了接听 表姑还带着笑意的 讨厌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过来说道 心如啊 别太难过 不就是男人出轨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行咱就离婚 本来啊 你当初嫁给张伟亮的时候 还挺风光的 没想到高价还是不幸福 你看 这不就出岔子了 我只好回应道 表姑 那视频就是屁的 你别胡说八道了 她切了一声 又说 反正表姑是为你好 有钱的男人驾驭不住啊 你别自己骗自己了 我冷笑一声枪她道 反正我不会啃老 就是了 表姐付每个月 还是只有两千块钱的工资吗 她明显被噎了一下说道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实在是不想再听表姑的冷嘲热讽 我以工作繁忙为由 挂断了她的电话 还没结婚的时候 表姑就觉得我是高价 很嫉妒 三番两次给我洗脑 让我别嫁去有钱人家 不然肯定会受欺负 被别人看不起 其实张伟亮家 也不算多富裕 和我结婚 她家给了八点八万彩礼 还给我买了个金手镯 以及室里一套 一室一厅的小房子 表姑刚在电话里不停窜躲 让我赶紧离婚 我知道 她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如果真离了婚 她一定会马上冲到我家 狠狠对我妈落井下石 在我妈面前扬眉吐气一把 但是这些都无所谓 出轨这种事情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没办法接受张伟亮的背叛 下班后 我拎上包急急忙忙地赶回家 一进门 便直接质问张伟亮 张伟亮你对得起我吗 你个出轨男 你都和我结婚了 还在外面风流快活 甚至把那种视频发到家族群 不知廉耻 你这是打我脸 张伟亮脸上闪过心虚 他解下身上的围裙 几步走到我身边 想搂住我 我嫌恶心 往旁边躲了一下 他硬着头皮贴过来 死不承认地说道 老婆那些都是假的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你相信我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冷笑一声 忍不住露出讥讽的表情说道 我还真不知道 他重重叹了口气 情绪激动起来 伸手啪啪拍桌子 出言狡辩道 我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那个视频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更不知道 怎么会被发到家族群里 说着他一拍脑袋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道 我知道了 肯定是小张杆的 他嫉妒我前段时间升了职 把我账号到了 还做假视频陷害我 想毁坏我的名誉 他鬼话连篇的解释 简直可笑至极 我毫不掩饰地讽刺道 哪个竞争对手这么闲 又是道号 又是屁视频 浪费时间精力 还得花钱找人来办 就为了毁坏你的名誉 你的名誉值钱吗 事到如今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脱口而出道 你真恶心 离婚吧 做错了事就得承担后果 你净身出户 房子归我 咱们俩结婚这两年的婚后财产也给我 咱们好聚好散 不然我闹到你单位上去 也好问问小张 看这事和他到底有没有关系 张伟亮脸色煞白 扑通一声 直接给我跪了下去 他紧紧抱着我的双腿 痛哭流涕道 对不起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心里顿痛 难过地闭上了双眼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也很大 张伟亮和我谈恋爱两年 结婚两年 咱们四年的感情 尝过酸甜苦辣 中间也经历过风雨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结婚前夕 他还握住我的手 承诺过会让我幸福一辈子的 怎么这才短短两年 他就变了 我低下头 唇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意 问道 你刚刚不是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这么快就认错了 张伟亮一愣 抬起头看着我 语气真诚地说道 老婆 我太害怕失去你了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你相信我 那都是个意外 那次公司聚餐 我不小心喝醉了 误打误撞 把他当成了你 醒来之后 我也很后悔 我觉得自己不是人 狠狠扇了自己几个巴掌 我一想到自己做了 对不起你的事 我就特别惶恐 我一直都特别害怕 怕你知道 更怕你知道了 之后会离开我 他边说边哭 满脸都是悔不当初 所以自从那天之后 我就再也不喝酒了 这个你是知道的呀 老婆 我真不是人 我真不是人 说到最后 他竟然开始自己打自己巴掌 打完右边打左边 来来回回扇了好几下 脸都被打红了 我下意识去拉住他的手 这个阻止他的动作 让他惊喜地回握住我说道 老婆 你还心疼我 你是不是原谅我了 如果一切都是意外 那算起来 他其实也是受害者 爱了整整四年 我心里也割舍不下这段感情 更何况 我年纪也不小了 已经不想再认识新人 重新磨合了 既然不是故意 那我给他一次机会也没什么 我垮着连转过身 心里其实已经原谅他了 嘴上却傲娇着说 谁原谅你了 不要脸 张伟亮足够了解我 一看我这样 就知道我只是在说其话 当即便喜笑颜开 起身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他把头倚在我的肩窝处 轻声承诺道 你放心吧老婆 这种事情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现了 我戒酒再也不喝了 我轻轻嗡了一声 他又说 我爱你 老婆 突然 我想起下午亲戚们的问候 还有家族群鸡飞狗跳的记录 有些担忧 于是我问道 老公 亲戚们那边怎么办 张伟亮沉默片刻 沉声说道 没事 我去解释 到时候找个技术部门证明视频是屁的 再伪造点证据 应该能蒙混过关 老婆 我一定不会让你丢脸的 我点头说道 也行 虽然心里还是有一根刺 扎得我生疼 可比起失去它 这点痛我还能忍受 只要张伟亮老老实实和我过日子 一次意外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好了 第二天上班 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情绪压抑 便给张伟亮发了个消息 约他晚上下班后 去外面吃一顿 改善一下心情 张伟亮却告诉我 老婆 不行了 我妈今天过来了 咱们改天再去行吗 这不年不节的 婆婆突然过来干什么 而且也没有提前 给我打个电话 我回了个好 等下班回到家 婆婆一见 我就笑咪咪地说 心如你欢迎妈不 我一头雾水 但本着伸手 不打笑脸人的原则 我还是点了点头说道 欢迎啊 当然欢迎 婆婆露出个满意的神色 她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脸部红心不跳地说 那妈就放心了 妈租的那个房子 到期了 我就不想续费了 直接过来 跟你们小两口 一起住 也省点钱 我瞪大眼睛 满脸不敢置信地问 妈 这里就一室一听 怎么住得下呀 您来了住哪里 就算挤着也不舒服呀 这省钱 也不是这么省的吧 况且您不是有退休金吗 那房子 一个月也就六百块钱 这您不至于住不起吧 实在不行 租房子的钱 我给你出了 你还是回去吧 本来婆媳矛盾自古就是大问题 我和张伟亮结婚的时候 就明确提过不和婆婆一起住 她买的房子也小 当时婆婆也表示 自己并不想和我们一起住 说自己要自由 有退休金 可以租房 现在住到一起 那不是扯吗 让她睡沙发 不方便不说 还容易被人戳几两骨 我可不愿意 婆婆撇着嘴 一脸不高兴地说 刚刚你还说欢迎吗 这么快就不同意了 我摇摇头 委婉地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这房子小 三个人也住不下呀 婆婆却说 有什么住不下的 你们那张床那么大 睡三个人 怎么都能睡下去 要不是之前催你们生孩子 你口口声声说 没钱不想生 我至于这么省吗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 我能受挤 不舒服就不舒服 我把钱省下来 给我的孙子用 行了吧 我还想再说几句 打消婆婆的念头 张伟亮却开口道 老婆 妈说的也有道理 她也是为了我们好 妈 你就放心在这住着吧 心如不会说什么的 她都同意了 我也不好再反驳 只不爽地看了她一眼 等吃完饭 婆婆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我才数落她道 想省钱怎么不回乡下去 乡下不是有房子吗 非要来跟我们挤 我每天还得上班呢 这样怎么睡得好 张伟亮不敢和我吵 小声安抚我说 老婆 委屈你了 我看她一眼 恨铁不成钢 一想到她妈 晚上还要和我们一起睡 我就特别崩溃 哪有儿子都结婚了 妈还跟儿子儿媳 睡一张床的 咱们都多大的人了 这也太恶心了 再说了 她还想催生 每天晚上都和咱们睡一起 我怎么生 这孩子是凭空来的吗 张伟亮沉默了 婆婆也恰好从厨房出来 我懒得理她 重重冷哼一声 直接起身回了房 晚上睡觉时 婆婆果然挤了下来 我被婆婆和张伟亮夹在中间 就像个夹心饼干 又热又难受 浑身都不舒服 偏偏张伟亮睡得像头猪 呼噜声 此起彼伏 我一时间委屈得要死 忍不住哭了 睡到半夜 我迷迷糊糊 想起来喝点水 床上却只有我和婆婆两个人 我暗自冷哼 肯定是张伟亮睡到半夜觉得急 所以出去睡沙发了 明天我就跟她说 让她把她妈劝回去 担心她冷 我特地起床拿了条宝毯 然而沙发上空无一人 倒是厕所亮着灯 里面还传出张伟亮的黑黑傻笑 憨得不得了 上个厕所至于这么开心吗 走进我才发现 她是在和一个女人打电话 那女人夹着嗓子 嗲声嗲气地说道 亮哥 你老婆真有套大房子吗 张伟亮得意地炫耀道 当然是真的 有一百五十个平方呢 等我找借口把房子拿过来 就跟那个黄脸婆离婚 和宝贝你在一起 女人兴奋不已地吹捧道 我就知道亮哥最好最有本事了 真没看错人 那我等着你哦 这声音激得我掉了一身鸡皮疙瘩 为你直犯恶心 想偶 张伟亮还在吹嘘 给女人描述美好未来 而我浑身发冷 一颗心骤然 跌到谷底 好你个张伟亮 我居然信了你的鬼话 什么喝醉酒把别人当成了我 都是骗子 不是想甩掉老娘吗 看谁能笑到最后 我转身回房 把卧室门从里面反锁 转天清早 张伟亮顶着一对黑眼圈 看我起床 就用忧怨的眼神一直盯着我 委屈巴巴地说 老婆 是不是你昨天晚上把门反锁了 我敲了那么久的门 你怎么不开 妈也不动 我都没睡好 婆婆睡觉比张伟亮还像死猪 雷打都不动那种 自然没听到她敲门的声音 我走过去拉起她的手晃了晃 一脸歉意地撒娇说道 老公 我半夜醒来 发现你不在床上 还以为你觉得急 出来睡沙发了 我还专门给你 拿了一条毯子出来呢 回去的时候 不小心反锁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见我这个态度 张伟亮不好再摆臭脸 于是她说 那你下次可别这样了 婆婆端着两个小咸菜 从厨房出来 招呼我们两个过去 都起来了 那就吃饭吧 一锅青粥 一小碟梅豆腐 还有个凉拌豆芽 我默默吃着 假装没看到婆婆 悄悄给张伟亮 塞了只咸鸭蛋 张伟亮接过去 道谢之后问了句 妈 只有一个吗 婆婆称怪地看她一眼 这才跟我解释 心如 家里只有一个蛋了 妈想着伟亮是男人饿得快 就直接给她了 你不会多想吧 我笑了笑说 不会 话音刚落 张伟亮就把包好的咸鸭蛋 直接放进了我碗里 老婆你吃 我挑了挑眉 断定这丝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到 果不其然 张伟亮立马就打开了话匣子 老婆 你看昨天晚上 咱们三个人睡在一起那么急 这房子太小了 要是等以后孩子出生 肯定不够住 给别人打工虽然稳定 但每个月就几千块钱 想换个大房子 不知道得存到猴年马月去了 为了咱们这个家 我打算做生意 我一脸支持地看着她说道 这是好事啊老公 我支持你 她原本还略带忐忑的神情 此刻隐隐放松下来 转而提起了我爸妈的房子 委婉地表示 可我现在没有本钱 也没办法做生意 老婆 你爸妈那套房子 不是空着吗 不如先借给我 等我挣到钱 一定孝顺咱爸妈 我面露南色说道 那套房子是爸妈养老用的 房子附近有医院 医疗条件好 他们过不了几年就退休了 到时候就会搬进去 养老的房子 咱们去动不太好吧 张伟亮拍着胸脯保证说 你放心 有我在 咱爸妈养老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再说了 他们两个老人单独住 多不方便呢 等以后咱们换了房子 就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 有女婿照顾着 不比现在好吗 我被他哄得眉开眼笑 一副陷入爱情 不可自拔的模样 当场便点头答应下来说 那我去和爸妈说 张伟亮看我一心向着他 也忍不住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婆婆一言不发喝着粥 也笑得开心 我们三个人气氛融洽 各怀鬼胎 张伟亮下班回来 便迫不及待跑过来问我 老婆 爸妈怎么说 他们同意吗 我有些难过的低下头 嘟嘟囔囔地说 我求了爸妈很久 他们最后同意是同意了 但是说要让你出 三十万的保证金给他们 说着说着 我还连忙摆摆手 十分自责地说 这个钱不是我要的 是我爸妈要求的 如果不给他们的话 他们就不给房子 我想让他们减少一点 他们都不肯 我其实根本就没有 给我爸妈打电话 张伟亮要是舍不得这三十万 那他的计划就直接泡汤 他要是愿意出这三十万 那我也只能笑纳了 总之 房子是不可能给他的 张伟亮安抚地拍拍我的肩膀 虚伪至极地说 爸妈有顾虑也是正常的 毕竟房子不是小事 三十万而已 老公来想办法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我当然知道他拿得出这笔钱 婆婆的积蓄 加上他传的婚前财产 在吃晚饭的时候 张伟亮就把钱交到了我手里 在他心里 用三十万换一套房子很值 我转手就把钱存进了自己卡里 等到周末 张伟亮催我去过户房子 我就躺在床上装病 精神萎靡 浑身难受 咳了几声 我呜呜直哭着说 非要今天去吗 我都这样了 还说要让我过上好日子 我看你心里只有房子 根本就没有我 病中的人都是很脆弱的 张伟亮脸色大变 生怕我后悔 毕竟他钱都给我了 于是他赶紧安慰我说 老婆别哭别哭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先好好休息 过户的事 下次再说 我窝在被窝里 眼泪啪哒啪哒往外流 继续唧唧歪歪地说 本来我身体也挺好的 就是你妈过来之后 咱们三个人一起睡 太挤了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白天还要上班 精神状态太差了 昨天晚上 你们俩还抢被子 要不是这样 我至于受凉感冒吗 张伟亮不敢惹我 反而还在家非常耐心仔细地照顾我 甚至开口让婆婆去客厅里打地铺 我假装睡着之后 张伟亮在旁边小声跟那女人打电话说 宝贝你放心 我一定稳住她 本来是说好了今天去过户的 但是她生病了 我这时候要是对她不好点 万一她后悔了怎么办 她上面还有两个老东西 就是这种时候 我得让她看到我的诚意 你放心 就是个小感冒 过两天就好了 再忍几天 咱们好日子快到了 我翻了个身 吓得张伟亮 差点拿不住手机 连白白都没说 就给挂了 她走到我面前 低声喊了我几下 见我没醒来 才松了口气 整整一天 我都各种使唤张伟亮和婆婆 不是叫他们端茶 就是倒水 婆婆给我炖的鸡汤 我就不喝 一会儿要吃公司楼下的水果 一会儿要吃离家五公里的鸭脖 不然就是排队至少半个小时的糕点 买回来 我又突然不想吃了 把他们俩折腾得够呛 婆婆一想到自己房子和钱都没了 现在一把年纪了 还得打地铺 就直接在客厅和张伟亮吵了起来 老娘真是欠了你们俩 我还想着过来跟你们俩过过好日子 没想到还是跟个老妈子一样 还得伺候你们 当初你结婚 我忙前忙后 包括买这个房子 我也给你出了不少钱 现在你连我养老的钱都拿去了 你让我怎么办 张伟亮怕我听到 压低了声音安抚他说 妈 你小声点 那个钱拿来是想套心如他爸妈的房子啊 会拿回来的 他妈飞了个眼刀子 脸色不渝地说 套房子 房子呢 平时活蹦乱跳的 一说过户就病了 还真巧呢 张伟亮赶紧轻拍婆婆的后背 哄着他说 再忍两天嘛 咱们现在可不能惹他 万一真出了什么岔子 得不偿失的还是咱们 婆婆总算没再说话 不过我想他那样子 应该也是气得不轻 而张伟亮只要一提到过户 我就总是能找到各种理由推托 我找了个机会 在他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 小三那边 也每天都打电话催他房子 还有离婚的事 听着他打电话的语气 逐渐不厌其烦 暴躁 我就一阵痛快 高中同学突然联系我 说要举办一场同学聚会 邀请我参加 我为了躲避房子过户的事 每天都装出一副 工作繁忙的样子 便拒绝了 我说道 我太忙了 不过我会让张伟亮去参加 老同学吃惊不已 我这才告诉他 虽然高中时我和张伟亮没什么交集 但大学毕业之后 偶然间碰到了一起 这才恋爱结婚 老同学哈哈大笑道 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我们 请我们喝杯喜酒 我不好意思地说 当时手头拮据 没敢办得太大 就在老家摆了几桌酒席 和他约定好 让张伟亮代表我们夫妻出席同学聚会 我才挂了电话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张伟亮居然会把小三带去现场 老同学把合照发到我手机上 十分震惊地说 心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伟亮这个蠢货 做出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可能觉得 我们当初结婚的消息 没通知出去 同学们肯定不知道他老婆是我 而老同学在和我交谈之前 就已经给他发出了聚会邀请 所以在得知我是张伟亮老婆后 也没有再去和他聊天 安静片刻我才到 其实我早就知道张伟亮出轨了 但我没想到 小三竟然是咱们当初的班话 没错 照片上那张脸 所有的同学都认识 而除了几个和我熟悉的 没人知道我和张伟亮的关系 他们甚至认为 班花是张伟亮的正方 我请老同学帮我保守秘密 而老同学知道 张伟亮对我做出的事情后 也是一副深恶痛绝的表情说 没想到 他们俩竟然是这种人 心如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幸好我和他们俩关系不好 不然要是被他们盯上 肯定地吃亏 你要是需要帮助的话 就尽管跟我提 我一定尽力而为 我确实需要她的帮忙 于是我说道 那你把林珊珊的电话告诉我吧 林珊珊就是班花 我直接给她打了个电话 把她约了出来 见面时 林珊珊还一副惊喜模样 假装阔别重逢 跟我叙旧道 心如 没想到你也在市里 我还以为 你一直在外面打工呢 我笑了笑 没跟她虚以为舌 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别装了 你和我老公张伟亮在一起的事 我早就知道了 她脸上虚伪的表情 出现了一道裂痕 但勉强维持住镇定 尴尬地笑了笑 我转了转手中的咖啡杯 漫不经心地说道 她没跟你说过 她前段时间 不小心把你们那种视频 发到我家族群里的事吗 林珊珊一脸不可思议 脸色瞬间通红地说 心如 这话可不许乱说呀 我直直地看着她说 乱说什么 我现在 还能找到聊天记录呢 要不要翻给你看 不过她没告诉你 也是正常的 哪个女人知道 自己这种视频流出去 肯定都会崩溃吧 林珊珊整个人都妈了 好半天才问我 你想做什么 我双手抱毙 靠在椅座上没接话 她脸色冷下去 冲着我伸出了三根手指 你知道了这件事 还没跟她离婚 不就是舍不得吗 这样吧 你给我三十万块钱 我离开她 不打扰你们的家庭 怎么样 我知道你手里有三十万块钱 张伟亮前段时间 不是给了你吗 你只要把那笔钱给我 我保证 这辈子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 有多远走多远 而你也能和你心爱的男人 白头偕老 一辈子幸福长久 但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我一定会闹得你们家宅不宁 让你的婚姻生活沉浸在痛苦里 林珊珊这个人真的很天真 也非常和我心意 我欣然点头同意 当场就给她转了三十万 看她扭着腰 大摇大摆走出咖啡厅 我反手报警说道 警察叔叔我被诈骗了 林珊珊骗了我三十万块钱 还没揣热就进了橘子 她用那种死不明目的眼神看着我 一张清纯漂亮的脸蛋 都扭曲了 恶狠狠地吼叫 我没有诈骗 这笔钱是她自己给我的 她为了自证清白 甚至不惜在大庭广众下 坦白自己做小三的事 她说道 她想让我离开她老公 所以给了我三十万块钱 让我离开这座城市 这是她自愿给我的 怎么能说我诈骗呢 你们快放了我 这傻缺女人 一点法都不懂 我点头承认 她说过的话是事实 没想到她还得意地笑了 我拿出手机 对办案民警说 警察叔叔 我录了音 录音里 林珊珊恐吓我的话字字清晰 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 民警严厉警告她之后 她一脸不敢置信 像是被吓破了胆 尖叫着说自己没犯法 而我反手还告她勾引我老公 要求退回我老公 给她用的钱 民警还在她的手机里 查到了张伟亮联合林珊珊 一起出主意 想骗我父母房子的事 两个人甚至谋划 如果我最后还是不愿意 把房子过户给张伟亮 就制造一起意外事故 要了我的命 我不知道他们俩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也一阵后怕 要不是阴差阳错 因为同学聚会 揪出张伟亮背后的小三 恐怕再过不久 我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张伟亮被抓的时候 还在一直喊冤 而我看着昔日 爱人面目全非的样子 只觉得心脏一阵纠痛 我以为她只是不爱了 没想到她竟连就情 也不念 上前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我直接提了离婚 这么多年 就当我看走了眼 张伟亮 你狼心狗肺 做了这么多损应得的事 不会有好下场的 送给张伟亮和小三林珊珊 一人一副银手镯 我拿着那三十万块钱 回了娘家 爸妈此时才知道 我原来承受了那么多 他们抱着我 痛哭了一场 却不忍心责备我 只是千叮咛 万嘱咐 让我下次遇到这么大的事 别再闷在心里 我爸妈说 心如 爸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至于婆婆 也来闹过几次 想让我把她的养老钱 退还给她 但都被我爸妈赶走了 她原本想把张伟亮 名下那一事一厅卖掉 却被告知 那套房子 根本就不是张伟亮买的 她的好大儿 当初拿着凑出来的房款 和林珊珊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花天酒地 游山玩水 不过半年就花光了 只能背着我租了套房子 却硬着头皮说是买的 这事我也是后来才知情 她年轻手寡 孤苦伶仃拉扯大张伟亮 供她上学念书 还拿钱给她娶媳妇 用尽生命支持她 一把年纪了 落得个老无可依的下场 也着实可怜 张伟亮不念旧情 我却不是那种人 毕竟她虽然不是太喜欢我 但表面的照顾也没落下过 我最后还是给了她五万块钱 让她一个人回乡下安度晚年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